泽田 让我遇到了一桩事 秦家 好 电话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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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喂 小周 谢谢你哦 很的好 很好 你怎么样了 哦 好 事情不好喽 这个真的是个大事情 我还要在这儿待几天 你的口风有几个 不能讲给人家人听 包括臭臭 想不想的 到时候我自己安排了 你看了 挂了 小周啊 小周啊 真的真的是要谢谢你啊 你帮了我很多的忙 等我回去 我给你买上海来好吃的 好 再见啊 挂了 学校挺忙的啊 当个老师真的是不容易 我继续擦育肝鬼 所以我跟你说 你这样女孩是什么人 就 就 就是一个不省油的灯 我跟你说 你必须得提防一点 你知道吗 妈 我知道 你为了老江家的下一代 操碎的心磨泼的嘴 你就别花这些精力 在这些不知道的事上了 这愿说啥说啥呗 怎么说也是孩子的老了 还能害了孩子不成 那嘴掌他们身上 说什么咱们管不着 耳朵掌自己身上 咱们不听不就是 是不是 我发现这孩子真没长大 那怎么越来越单纯呢 人家尚母 尚母跟你讲的那段历史 历史课是什么意思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你这脑子就永远不会长 人家就是拉拢你 对不对 所以儿子 你不能站错队 你时刻得提醒自己